新海革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它摧毀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在廣大人民中傳播出民主共和國思想的種子,促進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新發展。 新海百年華滄桑,逢星期二晚10點至11點半,主持墨業城,謝二芳。 《踢手專制》,爭取自由,促進民主,改善民生,維護民權。 新海百年華滄桑,主持墨業城,謝二芳。 第三節的辛亥百年華滄桑 有人問中山圖書館在哪 其實就是在窩打路道 77號叫宜安國三樓 宜安是三樓 如果在阿佳佬街那邊 就是在中殿那座建築對面 剛才那個位置就是在窩打路道和阿佳佬街 交界三叉位在那個位置 如果大家都不知道 歡迎大家去看看 已經有個地址了 窩打路77號 79號 宜安國A座三樓 大家都可以上去逛逛 現在有個展覽的 我們又說國父就北上 無緣無故做什麼北上呢 就是貪過癮 什麼事北上呢 北上呢 第一就是當時 大家清楚了 一個南方政府 南方 宜安南方軍政府 北方營北營軍閥 剛剛北營軍閥當時打完 第二次直奉大戰 直是吳佩夫 曹昆 曹昆做總統 就奉張作霖 由東北入關 最重要是一個奉浩祥將軍 他本身是驚徒很過癮的 他跟士兵受勢 找一條箱子不斷射 那個士兵受勢 受勢 他自豪就說孫子先生是信徒 當時他聯物 他本身也是直系 最後就是反對台 反曹昆台 所以他就 一腳伸了 不斷射出去 於是整個北京 在所謂奉在 控制之下 控制之下 當時他就說 不如請孫先生北上 簡單來說 其實 國父想北伐 這三個人 就覺得 不要打了 我扔緊曹昆 扔完他之後 我們三個聯合 我們請孫先生來大家談談 不要搞那麼多事 兵庸相見也不好 國父就覺得 也是 其實之前 有人勸他不要上 有人勸他不要上 那個是誰呢 那個是誰呢 我不知道 包羅亭船 不要去上 嵩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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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上 但是之前其實 在直奉大戰之前 其實孫先生的南風政府 跟這個鳳系都經常未來眼去的 都有聯絡的 因為其實他最主要 就因為 鳳玉祥 鳳將軍 他經常都說自己是孫先生信徒 他經常都說自己是國民黨 他有了勢力 當時他在盤居 在山西 應該不是山西 山西沿石山 總之他盤居在北京附近 他就贏了 於是他不斷勸 孫先生最後就 決定不上 因為是為雙國史 受斷其稅 他把北上的路程都很崎嶇 先在香港 接著去上海 11月10日 正式發表了北上宣義 帶上他的太太 蔣慶玲 宋慶玲 宋慶玲 王晶慶玲 一干人彈 當時就委託胡亨民 代大元帥 13日就去黃埔軍後 越兵 越了輪兵 黃埔軍就寬送去 宋慶 然後上永豐南 然後就去廣東 不是 去香港 先去香港 然後上海 上海又去日本 日本去了哪裡呢 日本去了神戶 神戶 高等女校演講 大亞洲主義 內容我真的不知道什麼 什麼叫大亞洲主義 好了 說完在12月 去了天津 天津 然後去上海 先去上海 先去天津 天津 天津 不動了 因為天津 他去到 因為孫中 你看這個時間 他11月13日 天氣都非常寒冷 正式離開黃埔 當時他最後一次上 當時黃埔軍後越兵 真的越好 他應該是寬送 周恩來也寬送 一干人彈 其實他就 他當時都說 始終不上 如果沒有機會回來 他有一點奇怪 有感應 這個禍福 難料 很難料 好了 去到天津 天津 老實說 孫中山來了 大家都覺得很高興 民眾們又夾到歡迎 又有很多人去訪問他 應付這些人 已經疲於奔命 每個人都要來見他 孫先生我要來見你 好人 每個人都見 但已經和他 氣若游師 我和你 和你講話 你問我又要回答你 那就已經很深 其實這瓶子 最重要的 就是要見 當時 他馮玉祥請了上去 但是馮玉祥 從頭到尾沒有出現過 就找他太太來 他太太來 在屋上是段祺瑞 用段祺瑞的名字 他太太出現而已 馮玉祥從頭到尾沒有出現過 那他太太和他見孫先生 就說他先生來了 不過呢 就由於呢 就張作霖高興 就有個不讓政府轉變 不讓政府有轉變 就不讓政府轉變 張作霖呢 就不是這麼像的 不讓鄉山上來 那天津呢 就不讓鄉山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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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讓鄉山上來 所以袁穗庫 衛兵陳烈 然後孫中先生第一次見到張祖霖和張學良 孫中先生直撒堤飛 然後罵他兒子 為什麼不招呼孫先生 罵張學良 又吃死貓 老爸你叫我 去到這個環境 找人吃死貓 沒有尷尬 身體比較好 去北京 北京仍然這麼冷 其實剛才有些照片 孫中先生 我們留意一下 早期那些 國父紀念歌那些照片 穿西裝其實都是1920年 21年23年 後面穿那些 坐在那張 有一張桌子 應該是1923年 其實那張照片已經很殘 跟著那些 穿著一個女子 頭髮很古靈精怪 穿得很臉抱 其實褲子在北上 北上套套 其實照片已經不太好 好像很老 其實嚴格說到 那時候五十九歲 五十八五十九 五十九 其實他去到北京已經 都不可以說話了 他跟一些記者 或者一些需要見的官員 都是找文字 寫給他 但是好像天津的時候已經開始病 他已經開始病 他已經病的時候 已經要 已經看醫生 他寫了 他說我來北京 不是為了爭權奪利 先說明 先說明居馬 大哥 我不是來跟你爭權的 也不是爭地位 我是為了來救國的 就是這個 就是孫先生一生都為救國的 是吧 他從第一天開始 到最後一天 都是說救國的 是吧 所以他不是爭權的 如果要爭權 大話拳爭 是吧 他說我來救國的 是吧 其實說這句話 其實就說給那幾個 說給那幾個 其實當時段祺瑞做了 執政 代理執政 是什麼 國務院總理 再做一次國務院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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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張祖林捧退 當然張祖林做了什麼 綠海軍大元帥 那就是無論怎麼說 其實某程度 段祺瑞當時都是 法律 都沒有權 權利都是那個老粗 有張照片 張祖林那張照片 不知道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那張照片 就是晴珍的大軍閥 圓圓整整 好像 以前的照片 是東北賊 也是東北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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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已經到了 離流狀態 其實當時 鄉山上北賊 最後 由天津 跟北京中間距離 如果搭火車今天 三個小時 一般是三個小時 高鐵 高鐵 高鐵就三十分鐘搞定 一些危險的高鐵 高鐵 很危險 不要亂回頭 老實說 其實他上 好像說 阿錢 國父上 入北京的時候 是 其實 火車擔架 擔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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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下 永定門 以前的小站 當時有警備司令 就想前一個站下車 substant 先檢閱一下 議障隊 因為永定門有多 很難 歡迎孫中山 所以是不是 kernel 要去永頂門 其實他已經 我們探望別人的 不是探望別人 是軍閥的 其實最大的問題 在整個過程 孫中山上的時候 其實很操勞 在那個環境下 真是周居勞頓 不是假的 又船又車又火車 北京天氣很冷 當時 那時應該是 1、2月、3月 去到北京 離世是3月 3月10月 住在全國首屈一致的協和醫院 一下車 一下車到協和醫院直送 直入 終於越來越嚴重 沒辦法 汪精衛已經 起好那個 遺囑 其實當中有幾件事 我想那件事 剛才已經說到 在南北關政府 湖漢民做 代大元帥的時候 汪精衛跟了他上去的 一干人等 好像陳獨秀 不是李大昭 不知道誰 李大昭是北京 他本身已經是北京 他不是帶上去的 其中 李大昭也是國民黨 因為李大昭入國民黨 孫雄先生做介紹人 介紹是國民黨 不如立下國民黨 但是共產黨是國民黨就是李大昭 真是搞事 那時候也發生一件事 一月的時候 陳景明那時候還沒被孫雄先生管走 管走了之後 然後在南州 他說 孫雄先生 上了北京 對 然後就作亂 作亂 集結十萬軍隊 直撲趕州 這裡其實要說到東征 但是我不知道夠不夠時間說 因為東征雖然時間 其實兩次東征都不是太多 因為我們不是說戰場 我們不是說哪裏打哪裏 我們都不斷說一下 說一下 孫雄先生 死之前最開心的事 東征成功 東征 為甚麼時候東征呢 東征由誰去打這個東征的呢 嚴格剛 東征又不是人 你打人 有人打你 陳景明大十萬軍隊 先被人動 直撲趕州 黃埔軍校剛剛見校 沒多久 那些人 四千人 那些人剛剛才好像 開槍尾 那時候蔣忠正就已經要 校長 帶他們去東征 東征 東征 其實當時嚴格講呢 當時也除了東征軍隊 因為人家只有十萬大軍 是 十萬大軍 直撲來又衛州 老巢 好了 其實這場仗呢 都很嚴重的 因為當時呢 就是 陸軍軍軍學校 那時候 其實呢 就是當時又有這個 電軍 電軍 又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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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軍 又去純戰越軍 又有貴軍 其實都是在南西軍政府之下的軍隊 廣西 廣東 加上雲南 這三個軍 倒閉 都是五萬人的 本來呢 這一堆就可以 共同合力地對付陳炳明部隊 但是呢 這個電軍和貴軍 不動 當然了 不動 那就糟了 大哥 大哥 我倚仗 你們一起打仗 你們不動 真糟糕 長中正校長 就唯有 就靠自己那個 學校的子弟兵 去打這場仗 哈哈 你又打得很慘 其實當時 這些情況 其實當時 因為他們想你死 大哥 我電軍和貴軍不動 你打死了 就我來 其實小小呢 他們都 跟暗通骨 曲款 我們所謂的兵 還有跟北人骨 政府呢 都有點 雙生不屬上 當時在 日日北京 是 陳炳明就說 帶軍來 胡漢文呢 當時雙生最上任的 就代大元帥 說 說就是威風 但是看下去 只有黃埔軍校 自己真的子弟兵四千人 數來數去 應該很多了 兩團 很厲害 兩團 那些教導團 有電話 不如我們聽一下電話 好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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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卿 謝卿 還有錢 是不是錢 是 是 其實我想問 因為你說到東晶陳炳明 在這裡 我就真的有問題 想問 是 因為 當然李敖 在台灣 反蔣介石獨裁 寫書 講蔣介石一生 我記得其中最留意的章節 就是講他 東晶陳炳明的時候 他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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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介石神化自己 後期 就說自己 打東晶兩次 東晶陳炳明 就說自己很厲害 他說 李沃就說 找回當日的行文 就是黃埔師生 尤其第一次 黃埔師生 只是跟著一起 好像訓練一樣 主要都是那些月軍 是的 是 第二次也是 但是實際上 後來 譬如我看孫元良 孫元良的回憶錄 什麼 一百萬光年中 即是一順 孫元良 他也是說 當日那幾支客軍 其實都是不輕話 就是在這裡收錢 喝飲食食 真的叫他打 就很隨便 一個大樣的 軍行 結果 尤其是第二次 主力就變了 真的其實是蔣介石 所以我就比較傾向 孫元良的說法 李沃就是為了罵蔣介石 有時 他沒有查清史實 即是你發瘋名義 就說 支支軍隊都會聽說 去打 陳舉明 講一套 做另一套 這樣說 李沃這個人 就已經發瘋了 你說我說 第一 他反蔣介石 這個就是一貫傳統 雖然這個文人 但是這個就是無恥問人 好了 現在他又選過立法委員 又做了立法委員 現在又想 好像又說 選中華民國總統 沒錯 但是他又回到大陸去 批評中共的屁股 所以李敖這些人 雖然他是一個 挺有料的史學家 但是你看他有時候 他是為了 針對一個人 而去罵 不歪曲的 所以他的 所以就問你們 問一下錢丹 就知道 究竟是怎樣的 其實嚴格說 東征 我們用軍力的對比 陳舉明當時是十萬大軍 由維州 淡水 一路向廣州出發 包圍廣州 直逼廣州去虎門那邊 第二 當時有幾個客軍 有許純志的建國月軍 楊潔平的神軍 其實有幾支軍隊 當時有幾支軍隊 當時有幾支軍隊 實在是要給錢幫忙的 就是一個大洋 那時候 講得很明白 而 蔣介石真的帶一些教導團追 東征為何說 蔣介石 你看 在整個國民黨的當初發展歷史 蔣介石嚴格說 就是開門那個 就是很小的校長 是 他在真正建立他的知名度 就是東征這一仗 這是第一仗 當然他那幫學生 他當時就去打 而事實上真正的接觸戰 就不多 整個東征說 說很貴 人家七十萬大軍 老實說 陳舉明那些軍隊 都要磅水給錢 就是大家都給錢 就是給錢 軍隊就不打仗 就是 見人就帶子上去 然後那邊來 就這邊走 因為其實 其實嚴格說 當時大家都要走 嚴格說 認真來說 就沒有一個很強烈的殲滅戰 或者這樣 聽眾其實也想聽錢生說 就是我們兩個就是泛藍的 自不然會幫 不是 就是我們自不然有偏幫 錢生比較 就是 史學家他應該說話比較忠肯 或者我們就等錢生來講講 其實呢 其實 剛才兩位所說的 都是有些道理的 其實我們看回 如果兩軍去比較 然後呢 陳舉明部隊 雖然呢 他是比較 人數比較多 但是陳舉明部隊呢 在衛州開始 反撲廣州的時候呢 其實他的部隊 已經是 比較是腐敗的了 而相對來說呢 今天去黃埔軍校這個地方呢 其實都會見到的 即是長洲島都會見到的 當時呢 東征部隊 即是抵抗陳舉明部隊的呢 其實粵軍和黃埔軍校的師生呢 是十分之出眾的 尤其是黃埔軍校的師生 那當時呢 甚至蔣介石呢 都要自己上炮桌來打的 那所以呢 在第一仗來講呢 其實呢 黃埔軍校的師生呢 是表現出色的 那他怎麼會表現出色呢 就因為呢 他當時來講呢 即是招生那班的學生呢 都是十分之有熱誠的 對革命有理想的 那所以呢 就跟陳舉明部隊呢 即是都是以謀生為主的 即是散兵游泳組成的部隊呢 相對來講呢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即是打仗的勇氣和士氣呢 是比陳舉明部隊呢 是優越的 那況且就是說 當時來講呢 黃埔地方呢 亦都有蘇聯顧問在這裏 那所以呢 相對來講呢 雖然是人數是比較少 那但是呢 守得穩 守得穩的話呢 就為第二次的東征呢 就埋下了一個 是勝利的伏線 那當然呢 東征呢 真是 蔣介石的部隊和黃埔軍校的師生呢 是在兩次來講呢 都是打得十分之英勇的 那這個也是 東征的成功呢 就令到呢 是蔣介石呢 是墊下了他在 孫中山 在國民政府裏面 軍界的地位 但是這個是無可置疑的 所以東征這帳之後呢 第一次東征之後呢 蔣介石就成為 就是 廣州的衛雪司令 第一帳 叫做淡水之營 但是還硬 這個 這位政仲友有沒有什麼問 沒有 但是 還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 之前聽蕭若元 蕭公子都講過 有些說話 他說 他說 講起黃埔軍校的訓練 他說 似乎用了很多時間 在政治方面 政治方面 政治方面 就是 究竟是怎樣 我真的很有興趣想知道 其實 如果火藥軍系 那些 其實跟北洋那些 都不會差很遠呢 就是這樣 先講軍系 軍系其實一開波 黃埔見軍那時候 沒什麼槍斜 衛兵都沒什麼槍斜 槍牙真的不多 中間為什麼要多槍牙呢 因為1924年5月的時候 雙團就要反叛 結果被蔣介石清繳了 結果8月的時候清繳了廣州雙團 撿了萬多支槍 這些起了很大作用 黃暴君就靠這些 雙團這些槍 最後東征 子彈進去 那些是英式槍 當然 政治 所以台灣仍然保留政治作戰 政治作戰 這個政治作戰 其實就是把人的意志力 提升 所以在打仗的時候 除了武器精美之外 其實那個頭腦 對黨 對國家的信心 是比其他重要重要 你上戰場 就等於僱傭兵 說我為錢而已 我武器多精良也好 我打兩打不夠就走 但是如果在政治方面 你能夠有一個很確定的目標 你武器不好就可以達到 就是錢先生剛才說的 有理想 沒錯 其實當時來講 如果平程而論 在當時中國的部隊 即是無論是北洋軍閥也好 或是當時南方的軍閥也好 其實都出現一個情況 其實每一場大戰 所謂的大戰 其實死傷的人是不多的 那些直奉的經常打幾天就越 對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一打的時候 那些人第一件是什麼呢 逃命 躲起來 找個地方躲起來 然後去看看 咦 哪一個死了 於是就走出來 就拿他身上的東西 然後回到自己的軍營 所以當時來講 其實武器的 相對來說差別 其實不是那麼大的 最重要呢 就是當時中國軍隊最大的問題 就是沒有士氣 沒有鬥折 那這個情況呢 其實去到1935年呢 都出現的 那所以後來呢 蔣介石呢 就是請了德國的部隊 即是德國的軍事顧問 去檢閱 即是去檢查 當時國民革命軍裡面的情況 那些德國的顧問就做了一個報告 咦 是啊 即是當時部隊 最大的問題是 中層的軍官 即是那些少尉 上尉 那些呢 質素和士氣呢 是不行 是太過腐敗的 於是呢 當時在廬山呢 就是組織了一個 中級軍官的一個軍事學校 那從這裡可以看到 其實真的 在當時來講呢 在黃武特一期的學生呢 很多時候呢都說在政治啊 還有呢在思想方面呢 讓他們呢能夠呢 對這個呢 國民黨是中心 那也是促進他們呢 在戰場上面呢 表現英勇 這樣去贏的 啊 我們不說了 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不斷講一講呢 就是淡水之戰之後呢 就跟著一個棉湖之役 那棉湖之役就是 其實就剛剛是 就是民國十四年 就是一九二五年的 三月十二日的凌晨 就是國父呢 就是那天去世的 那就是第二個 這個東征 東征呢 就是那天開始 就是這樣 進擊這個棉湖這個地方 那這一仗呢 那這一仗呢 啊 厲害了 何應音 何應音出來了 何應音在這一仗裡面呢 打得很辛苦 結果呢 這場仗呢 都是東征打贏了 那我們都 就是東征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老實說 我們不是講裡面的戰場 怎麼對他 講他的意義 打了兩場戰 那一場叫淡水之役 一場叫棉湖之役 那東征呢 就這樣結束了 那從此呢 蔣忠政呢 蔣介石呢 就奠定了他在 國民革命軍裡面的地位了 是啊 今天超市啊 好啦 那今天到這裡都 到電落了 那下次我們講了 國父的遺囑之類 那我們講國父的 勢勢呢 剛才都講了一半 還沒講完 好,星期再見 好,謝謝大家 拜拜